Dudu 没有什么值得牵挂 祝你幸福 天啊 光夕 你要这么聊到的话 结束了你跟云太的恩怨情仇啊 我们哪有什么恩怨情仇啊 不管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 要用一种很科学的方法 来整理我的心情 什么科学的方法 土济学啊 就是说 如果明天上学的时候 看到了女生比男生多的话 我就去问游她对我的感觉 然后如果看到了男生比女生多的话 那就代表游不喜欢我 我也就死心 嗯 这会不会太随便啦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 可是 明子我真的很烦耶 如果你是我的话 你一定也会犹豫半天 对不对 嗯 其实 女生应该都这样吧 在不确定对方的心意之前 应该都是很犹豫的 所以啊 很多小事情 就变了决定心意的关键 例如呢 转弯前 如果红灯变绿灯 就代表她喜欢我 或者是 在下楼梯的时候 如果跨两步啊 就走完 就代表我们会有结果 嗯 应该都是这样的哦 真的是这样耶 哇 明子 你好了解我哦 哎 你也是这样子的吗 啊 当然不是啊 我是用想象的啦 可是你说的好准哦 哎 那是什么啊 哎 那是什么啊 这是什么啊 没有啦 这没有啦 哦 你闹什么闹啊你 谁在闹啊 你在问妮娅女的 还不过分吗 你这样还买房子送她 你还不好意思送我 这个欠单单是什么 你拿我的钱 去买劳力士送给小白脸 这个账 我还没跟你算呢 你你不要脸 光夕 啊 我看你今天还是回去好了 哦 我知道了 嗯 很好笑 嗯 对了 是你此我跟你说 我待二十分钟就会到你家哦 嗯 如果爸妈不让我转笑的话 我就不要回去了 还有我跟你讲哦 嗯 就这样了 那我马上到你家 拜拜 哎 你好 姊妹们怎么还在这里啊 呃 我要回家了 哦 你怎么拿那么多东西啊 因为 因为我带我回家去住啊 姊妹们 嗯 你猜是谁啊 姊姊猜 我可没说是你自己猜的 对了 我要去赶钱 就这样哦拜拜 拜拜 呀 臭盈泰 这是对你不遵守合作诺应的出发 反正是光是自己猜的啊 不是我说的哦 嗯 我觉得好寂寞哦 嗯 怎么了 是不是跟明治吵架了 没有啊 哦 您太刚刚打电话来 你要我回个电话 不要 如果他还打来的话 你跟他说我睡好吗 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要是有人敢欺负我的短腿妹的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对啊 你是我哥吗 有啊 我可不可以问你啊 雅里石那么好 又那么喜欢你 当时 你为什么要拒绝他 为什么 我想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吧 我不会是一个好男朋友的 是吗 我要去哦 拜拜 连这么了解你的雅里石 都不能走进你心里 那我还想忘什么呢 也许 兄妹的关系 就是我们之间最好的距离了吧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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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昨天不是去明子家住吗 昨天没有跟明子起来 有 你碰到我 不是这样子的啦 后来我改变主意 跑回家去了 你自己呢 雅丽丝不是去你家住吗 什么 什么 不是吗 他这样跟你说 可恶 我要找他算账 胡说八道 没有啦 是我自己 他他没有这样讲 是你自己想太多了对不对 对啦 可是我怎么知道啊 方琪 我就是要跟你说压力实的事 哦 拜托你来一下 对 我叫方琪说你在什么呢 那去教室的路就这一条 你要怎么找图断啊 图断 他自己不会走啊 干吗 李千啊 他自己不会走啊 干吗 李千啊 你最近要跟我说什么啦 就是 就是我跟雅丽丝啊 其实我们 不用说了啦 其实 我已经想清楚了 你说的没错 我老是这样不做决定 对你跟雅丽丝 都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 你们决定是 我 我承认我是喜欢你的 真的吗 那我们 可是 我也非常喜欢有 对 我知道我这样很糟糕 我也不愿意用这种心情来跟你交往 所以 所以 如果你喜欢雅丽丝的话 你就跟他交往吧 不用顾虑我的感受 我 我不会阻止你们的 不行 你一定要阻止我 因为 因为我一点也不喜欢雅丽丝啊 那 你们为什么会 我们 其实我真的喜欢的人是你 而他 他也发现他喜欢的还是有 哎呀 反正我们之前什么都没有啦 是这样吗 那 事情不就回到原点了吗 不 不是这样的 我已经不一样了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给你压力了 直接一定会证明 我比那个家伙好上几万倍的 你等着看吧 我 相信